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华人大麻产业 政府现在将会严打俄克拉荷马州的大麻产业 熊市可能会来临 张先生他是俄克拉荷马州的一位大麻行业的观测者 那么最近呢他就是告诉本网说 政府呢是颁布了一项法案 政府将严打三分之一的大麻农场 这一法案呢将会引起很多华人大麻业主的担心 法案呢是由俄克拉荷马州议会在近日所通过的 他对医用大麻的企业设置临时许可上线 可能会导致企业进入到医用大麻行业的难度增大 法案中写到自从2021年的9月1号开始 限制药房加工商和种植者的许可量是目前数量的80% 那么制定法案的众议员韦斯特表示 法案的目的是为了减缓该州的日益增长的黑市 那么在这个法案过关进参与院的时候呢 有部分内容有通过啊 有部分内容呢就没有通过 那么通过的内容就包括说 大麻局现在要展示财务的状况 并且要进行入场检查 有获得许可的宽限期 但是呢没有通过的内容就是有关于发放牌照的限制部分 所以呢目前来看 俄克拉和马州还不会限制牌照的发放 张先生表示说呢 这是俄克拉和马州 经过大麻行业的这个开始而已啊 但大清洗呢已经在行动当中了 他现在知道了好几个农场都被封锁了 有些的小的业主呢 也是至少两到三个棚 多的甚至有40到50个棚的 最多损失有达到50万美元 大家都很难过 张先生说业主拿的都是合法的大麻执照 因为这里拿执照是很容易的 只是牵头的人很多的做法并不合规 他们并不懂正常的项目管理 对美国的法律不甚了解 对安全卫生环保也并不在意 有个农场就是因为安全意识薄弱 大麻引发火灾 一把火全给烧没了 而这一次出事的 有买棚包棚租棚的涉猎的人很广 太复杂了 全部都是辛苦今年的几年的积蓄 但是付诸东流 他说前段时间 他甚至听说在当地有个买棚的小老板 血本无归 在大棚里上吊自杀 而华人逆窝蜂的来到了 俄克拉赫马州种植大麻的浪潮 应该是从今年的2月份开始的 各种的乡亲 大家是口口相传 不少的加州 纽州 纽约州的人呢 都是来到这里去种大麻 那么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餐饮店的老板 和按摩店的老板 他们转行是最多的 然后呢大麻农场便铺天盖地的建了起来 可以说现在在当地是每开5分钟的路 就能够看到一个华人的大麻农场 而大麻确实是淘金 在人们的印象当中就是高风险高投资高回报的一个组合 但是呢一跟风这市场就容易饱和 高风险高投资了 但是没什么高回报 张先生说呢 这并不是什么轻松赚大钱的项目 和普通的农业种植并没有什么区别 是面朝黄土背朝天 起早贪黑 又脏又累 并不是像那么多人想象的那样的光鲜亮丽 张先生说 有许多华人可以说是门外汉 技术不够 经验不足 有的还是完全的种麻小白 甚至有的人连蔬菜都没种过 别说种大麻了 他亲眼看过 在大中午大太阳底下还去给大麻浇水的 这真的是连点基本的种植常识都没有 他还提醒到说 有不少华人缺乏环保的意识 对垃圾怎么处理 农药怎么排放都不注意 因为环保是需要自掏腰包的 花费更高的成本 他们也不乐意 还是利益之上 所以呢这里的华人农场被关 就是因为当地居民去举报 抗议华人农场主污染当地环境 破坏生态 而真正的核心的问题是 你种出来之后你卖到哪里 不是说你想卖正规渠道就能够卖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华人的大麻常常主 他们最终都卖给黑市 但是呢一旦有那样的行为 它就是属于不合法 就算你是有牌照的也会照样抓 其实本周对于种植税收取的并不高 大家都想交税走正规渠道 但事实就太残酷了 因为那正规渠道根本就消化不了这么多的货源 这才是问题的根本 张先生认为说呢 在今年年底 大麻行业消亡的华人农场估计会达到80% 而该消失的迟早就会消失 该继续的也会迟早继续下去 现在俄克拉和马州处于大麻行业的熊市 很多人离场 行业有风险 大家入场需谨慎 感谢您继续观看